老板 接上 先生 你们那桌一共消费了八百 这上面不是六百吗 怎么收八百啊 那个 有一把勺子的钱 在下面 两百块 不是 你们这用勺子还收费啊 不是这个意思 刚才我们收东西的时候呢 你们那桌少费一把勺子 这勺子很贵 所以希望此照项非常 你的意思是说 我拿了你们的勺子 你们怎么那么坑拿 消费高得不说了 你看看你们这个态度 你们是来搞笑的吗 我发誓 我要是拿了你们的勺子 我捂了一个轰顶 行 你发誓也没用 我们的勺子的确是不现了 这个勺子是照公务部级别的赛 很贵 所以你必须要照项赔偿 那我要是不赔呢 你要是不赔的话 那就 那就耗着吧 行 算我怕了你们 钱我给 就你们这种店 迟早得关门我跟你们说 先慢走 你把破勺子 要输了不起啊 走吧 来吧 看完了 嗯 我跟你说啊 你以后再怎么办 态度太差 我也认 他家又贵又难吃 太排场 我们幸好 登登 我偷拿了一把他家的勺子 你刚刚说特别好看吗 这下咱也不亏 开心了吧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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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把破手 2块钱 被你拿不到家人 嘶嘶嘶嘶嘶 嘶嘶嘶 哼 沉翔六点半